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主任 谢谢主任 在下课的时候 还跟我们来连个线 我们今天为什么 要访问邱胜斌邱主任呢 因为电竞风 现在呢 在年轻人的世界里面 非常的夯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 因为我们的国家政策 开始重视了电竞 所以电竞选手呢 有很好的一些出入 他们的升学 他们的未来的发展 都有更大的空间了 正因为如此呢 所以南投县的 私立五一高中 他们决定砸入 投资五百万元 设立电竞教室 听说去的人 走去那里 很开心啦 所以我要请邱胜斌 邱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 邱主任 是 你们重视电竞多久了 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在规划 一系列的课程 包括我们硬体设备的部分 所以我们应该是 从去年就开始 这样子筹划下来 您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一个大手笔的投资呢 你们看到了一个 什么样未来的趋势 因为现在电竞产业的蓬勃发展 我们发现到 实际上的年轻人 就是喜欢电竞的部分 特别是游戏产业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说 把年轻人的兴趣 导入到我们教育的体系来 让他可以在这个体系里面 好好的学习 以后可以在电竞的产业 或者是游戏的产业里面 找到自己的定位 好换句话说 现在的年轻的孩子 如果他们在这个年轻的 念书的阶段 就熟悉电竞的话 他们包括升大学 都可以有一些 一定程度的 这个升学的管道吗 对不对 是啊 现在有一些科大 都有设立相关的一些学系 那升学的部分 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会怎么配合 比如说 我看到媒体上面说 你们投资了500万 设立电竞教室 对不对 然后要替他们开设 这个电竞的学程 那我首先要请教 就是说 老师资好找吗 师资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规划在 我们原来的 多媒体动画科里面 那多媒体动画科 所学的相关的专业课程 其实就跟我们电竞产业的相关 都非常的相关 包括游戏的制作 3D动画 屏幕设计 然后还有影音的编辑 跟拍摄的部分 都会结合到我们的电竞产业的 相关的一些工作档位 好 那就你们过去年开始在设 从2015年开始的话 等于就现在是2018 也有个两年将近三年了 对不对 应该是从2016年 2016 那也差不多 超过 2017正式启动 那学生反应怎么样 学生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的高兴 可是你们有限制名额吗 我们这个新的学年度是遭受两个班 但是我们相关的课程已经从现在的 一二三年级再学的学生就已经开始在开 相关的选修课程 像电竞食物 游戏制作 然后还有数位插画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有开相关的选修课程 给我们的学生可以去选修 那这些学生如果在这里经过了 你们的课程会安排多久 一年两年吗 还是 我们的课程 电竞学程的相关的课程 会安排在二三年起 二三年的课程 两年的课程 那通常他们如果受到这个训练以后 他们下一步要进到科大去的话 因为你们是高职 等于是 你们算普通高中吗 还是算是技职系统 我们应该是技术高中 技术高中 也就是我们职业类科为主的 技术高中 所以他们将来升学的话 相关的这个科系多吗 应该是说 相关的科系很多 但是比较符合的 当然就是游戏产业的部分 现在有几个科大都有设立相关的科系 就游戏产业的部分 对 那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因为我看到媒体报道的时候 他引了一些女生的表达 所以我想我只是很好奇说 女生的比率高吗 一般来讲 女生比率比较少 相对来说少是不是 是 听说你们的成绩相当好 你们有电竞社团 而且参加中区的比赛的时候 在数十支队伍当中 还是前四名 对不对 拿下第四名 是刚好去年年底的时候 有参加我们中区的 校技联盟的积分赛 拿到第四名 我们第一次组队参加 第一次组队 对对对 那其他学校要小心了 第一次组队的成绩这么好 那家长们呢 家长们的态度怎么样 就他们了解吗 他们了解 我们这个学生 我们有要求他要 他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电竞队的话 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求他要品性要好 第二个当然学业不能太差 我们觉得我们是学校单位 还是要对家长有个交代 对否则的话你担心说家长说 奇怪了 在家里打电玩 到了学校还打电玩 好 所以从这个教育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相信你们会投入 当然一方面是看到这个未来趋势 更重要一点是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请这个 邱顺兵 邱主任跟大家聊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一个新的不同的多元的升学的念书的 为选择未来的方式 其实早就已经方心为爱了 最重要还是家长们的想法 要有没有一些跟着改变 所以邱主任 我们我们进一段这个广告 回来以后 我再给你多请教 未来年轻的孩子 该怎么样去看待自己人生的选择 好不好 现在看起来 我就家长观念要改变 这社会的价值观念 也要跟着改变 因为电竞这个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新的未来的 产业的趋势了 对不对 对 好 我带回来请教你 大概会变成一个休闲运动的主流 没错 我带回来请你的 就这个部分再跟我们多讲一点 让所有人的朋友的观念 能够跟着改变 好不好 马上回来 晴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 我们在电话线上为各位呢 再加了一位贵宾 他是前电竞国手 吕嘉宏 现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嘉宏你好 你好 谢谢你啊 嘉宏 不会不会 你有到五玉高中去指导过学生 对不对 是的 去了多久 大概 已经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那你的课程 你的课程要 应该是要排多久 一学期吗 这一学期 哦 所以指导学生 电竞这一块 我因为不懂 我只会感觉说 叫他们怎么玩吗 还是怎么样 其实现在有非常多年轻学子 他们对这块是非常含有冲击的 那我们的角色就是站在教育他们如何拥有正确的心态 然后去完成他们的梦想 而且你这次去除了是电竞前电竞国手的资格之外 你还有一个身份是文化替代艺是不是 是的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因为我离当兵也离太久了 文化替代艺什么意思 这次的电子经济运动替代艺 它的算是主管单位是文化部 对 所以我们是文化部以下的替代艺这样子 但是你能够有文化替代艺的身份 是不是因为你是电竞国手的资格 是的 这个资格是必须严家筛选的 所以你的替代艺就是说 你可以到学校去 是不是 推广这些电竞的相关的知识和专业 是的 那当初怎么选到武裕高中呢 其实我们不只是武裕高中 我们原本就是北中南各一个应南 然后去负责我们原本所选定的学校 像我现在正在东州科技大学 我们就协助东州科技大学跟附近 跟东州科技大学相关的一些 有三加四的课程的合作的单位 这样子去做服务 好所以在我们电话线上另外一位贵宾 邱圣斌 邱教务主任您是认识的 见过的 对 好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嘉宏 因为那个邱主任也在 我待会也会跟他顺便再聊一下 那你当初是怎么接触到电竞的 当初我是接触新海生霸2这一款游戏 然后我就原本就开始只是兴趣玩一玩 但是就是越玩越觉得非常有趣 然后就有看到电视上面有职业 那我就会觉得可以去尝试看看 那跟他们做一个比较也觉得 我自己有很大机会可以投入这一款 你接触 那这个路上也很多贵人的相助 才有机会到达今天这样 你接触电竞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电竞已经被政府承认了吗 认可了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项目吗 还是说刚开始还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是由TESL这一个联赛组织 在进行赛事上面的执行这样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电子竞技师运动这个概念 那个时候比较偏向于娱乐 娱乐 当我们说你是电竞国手的时候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当时电竞国手的资格 是怎么个认定的 我们有代表国家 就是替上我们中华队这样的出国比赛 哇哦哇哦很厉害 谢谢 就等于说我懂了 就是等于是一个国家代表队的身份出去就对了 是的 那你在去过哪一个地方征战过 我们去过 比较有象征性的就是世界电玩大赛 我们那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昆山举办 我看过这个相关的纪录片 听说出场的时候完全是奥运选手的架势是不是 就是那种进场啊 对啊他那个活动的规划 是那个巨星的模式就像那个样子 那我请教你 因为邱主任在我们的电话线 所以你现在讲了他都听得到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 让年轻的孩子对这个电竞有一个认识 你晓得就是要嘛我就担心 他们会把他当成一个非常时髦的 觉得说好像很容易 又可以玩又可以这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如果他们真的想要 年轻孩子想要进来 真的成为一个电竞国手 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因为我相信每一种运动 到一个非常高档次的这种 这种阶段的时候 其实他都是应该很辛苦的 是 所以你会怎么样子来跟大家来分享 面对就是想要踏入这个行业的小朋友们 我们会先进行 让他们了解整个产业长怎么样 那他大部分还是会先以 就是我要当选手为主 然后很少学生他们 小朋友他们会想要说 我要当后勤人员这样 你说的太好了 其实这就很像说 任何一个运动都一样 在场上比拼斗的就那一部分人 但他背后有一个大的团队 教练训练员等等的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产业就大了 对对 所以不要不要只以选手 作为一个标的就对了 对但是如果要往选手方面 也不是不行 就是到现在这个时机点是很棒的 因为有许许多多的 比如从现在职业圈上面 退退下来的选手们 他们现在有这样的舞台 可以去传承他们的选手经验 这个在我们02年那个年代是没有的 02年曾正成拿到世界冠军那一次 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 产业还没有那么像现在那么稳定 所以他们并没有办法 有一个很棒的平台 可以让他们去做经验传承这件事情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年轻孩子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进来了 因为比较成熟了 这个环境更成熟了 对不对 对 你们电竞国手是不是淘汰的 我们讲淘汰率也不太对了 意思就是说 但国手的替代率是不是很快 是电竞非常激烈 因为我听的声音非常年轻 你现在才辅替代艺 你应该也蛮年轻的 怎么现在就叫你称为前电竞国手了 他难道真的就那么快速吗 没有机会再回来吗 过了一个年龄之后 就没有机会再回到第一线去比赛了吗 其实这件事情有待参缺 因为电子经营它比较属于静台 那在NBA、NLB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的年龄一直在往上扩增加 对对 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不少 就是超过大家称之为 黄金年代的25岁的选手 也是非常多的 例如说像台湾最有名的快打旋风选手 叫做GamerB 对他现在已经36岁以上了 对 还有日本的快打旋风之神 叫做梅云大舞 他现在就是36岁了 那他依然在世界上巡回赛事 这样子也可以拿到很好的名次 好所以换句话说 以一个趋势性来看的话 他也不应该是一个快速的 就到一个年龄就好像就应该退下来了 其实并不会对不对 还是有机会的 是大家都在挑战 好那我最后问题请教你了 因为如果从一个教育的角度来看的话 像你这样电竞国手出身 这样下来 你除了可以传承经验教学之外 还有什么路可以发展 你会走那些设计啊 推广啊 行销啊这些东西吗 其实我自己在举办活动啊 还有就是电子经济产业相关的 例如说行销啊 或者是管理团队啊 就是很多幕后的事情 我是有接触的 但不敢说很专业 但是我所认识的 这个圈子很小 所以大家就是资源可以互相互补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圈子里面 非常专业的人来去让小朋友 得到现在产业最先进的专业知识这样子 一个固然的身份 你觉得我们的产业跟我们的国家政府 还可以再怎么样子多一点去投入来帮助这个电竞的发展 我觉得如果国家政府肯的话 我认为放手给年轻人去主导会非常让我们的发挥会非常很有前端性 我知道 因为这是很新的东西 对不对 你说那些专业人士 说实在他们不一定真的很了解这个部分里面的妹妹嘎嘎 对不对 专业人可能是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 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说这个可能跟我们领域很像 所以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说你认为说应该让电竞界里面的年轻人多一点机会来主导来参与就对了 对对 太好了 好回过头来 邱盛彬邱主任您还在吗 不好意思刚才让你稍微听了一下 您刚刚听了这个嘉宏的这个说法以后 对于你们在学校里面这样推动的话 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就是他刚刚他的一些分析跟建议 甚至包括说了 不要老是以选手这个作为最主要的目标 因为他背后有太多太多相关的可能的发展的领域了 你怎么看 在我们的学校的立场上面也是这样子觉得 因为学者毕竟是少数的人 但是我们总是给学生有机会去做尝试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游戏产业的周边的一些工作的机会 这才是以后我们的小孩子最主要的出路 没错 而且电竞产业在台湾如果能做得起来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就业的领域 产业发展的规格规模 然后加上电竞选手明星式的这种串起 大概都可以连带的相互环环相扣了 好 那我想两位就请两位来做个小结论了 邱主任你先来做个小结论了 你希望你们这种武裕高中这样的投下来 这样的一个成本500万来成立电竞的教室 你有什么样的呼吁吗 就是说怎么样让大家来认识 在未来年轻的孩子选择这条路 像你刚刚有特别强调 你们会重视他们的品性 重视他们的功课 换句话讲说 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同意 因为什么呢 我们看国外任何一个领域的 那个大学的体育奖学金 他们要求的也是功课不能太差 然后你也要一定的品性的良好 他们对这个很重视 他们反而认为说 做一个好的运动选手 你更加应该要重视这个部分 我觉得您刚刚所提的 应该是很适合电竞这个领域里头 有兴趣的孩子们 就做一个自我期许 对不对 他会改变了大家 以前那种传统的刻板的那种不好的印象 对 我们是比较希望说 喜欢电竞的年轻的朋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来加入我们武裕电竞的行列 我们在这个武裕的学校园里面 传授他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智能 让他未来的发展 能够符合他的兴趣 往这条路 有很好的发展这样子 好 现在呼吁的这位是南投县 私立武裕高中的教务主任 邱胜兵邱主任 他蛮厉害的 刚刚又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打了一个广告 好来我们再看看嘉宏 嘉宏你自己呢 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作为一个电竞的一个国手 你退下来了 但是你对自己的未来呢 同时有对这年轻的后进的这些年轻孩子 有什么样的期许 其实我们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立一个小公司 叫做电竞聚落 那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帮助 我们在台湾看到一些选手 他们非常有实力 但是送不出国 像去年我们有特别请了展员发歌 然后还有叙叙多多失控主 我们一起弄了一个木质案 来送两位快打旋风选手出国 那未来我们一样会再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会帮助更多这样子的选手 让世界看到我们台湾的电竞 其实是不好惹的 换句话说你们做一个平台 努力的推台湾优秀的电竞的这些选手 有机会到国外去给人家切磋去比赛 对不对 那这个换句话你们是个平台 那换句话讲说 背后的这些资源经费 你们会透过不同这个平台 去向业界或者是各个方面去找 是不是 来协助他们 我懂 其实是对的 因为对个别选手来讲 他要把这个资源能够抽集得到 他一定是第一个很困难 第二个他要分很多心 那背后如果有一个平台去协助他们的话 尤其是这些前面的这些前辈们 很年轻的前辈们 已经有了很好成绩的这些前辈们帮忙 我觉得就更容易了 非常希望 你说 但是现在又有机会深入到校园 所以这些未来啊 国家的就是未来栋梁们 如果真的想要往这方面去做发展的话 现在拥有我们这些选手 在这样的这些学校上面去做一个经验传承 这又是有点像是如虎天意这样的一种形容的感觉 好 各位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这个文化电竞的这个替代艺的吕嘉宏先生呢 刚刚这一段一段谈话非常好 我觉得各位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印象 我觉得电竞的确是一个值得让我们年轻孩子去选择去投入 但是呢 视野可以拉得开一点啊 不要不只是一个选手的比赛 而是一个背后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跟人生职业的一个新的选择 也在这谢谢嘉宏 谢谢邱胜斌 邱主任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回来跟各位聊 减肥后你的脂肪跑哪里去了 一百个人一百个专业人士听说只有三个人答对 你呢 告诉我们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减肥后你的脂肪跑到哪里去了呢 亲爱的 想一想看 来 我们来跟同心医疗体系营养师杨思涵来连线请教他 思涵你好 你好 菜主任 石原你好 谢谢 谢谢 这个营养师 您从事营养师的这行业多久了 现在大概快十年了 我请教你 十年其实算是很成熟了 对不对 还没有到说像我们工作上做个什么十五年二十年那样子 然后呢 但是又比一个菜鸟来讲又已经出来了有一个十年了 因为我们从研究所然后再到医院那家目前到诊所是这样 一般人对营养师现在有一个这十年你做了十年你觉得我们这社会大众对营养师这个角色和这个行业 认识度已经达到你的期望了吗 因为我现在常看到很多营养师 营养师其实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因为其实之前营养师都是所在医院为主 那民众能够见到营养师的机会不多 可是其实营养师很贴近生活的一个议题 没错 对 各个新闻报答或是在饮食跟吃的有关 可能都会跟营养师会扯上关联 对 但是民众的饮食方式啊 或是现在的饮食生活习惯 是不是那么符合健康的需求状态 其实是有很大的值得大家关注的部分 好 我想因为也让各位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一个已经做了十年的杨思涵营养师 我想他们之所以会在这行业就做迈向十年再往下走 他一定是对这个行业是有期望的 有自己喜欢的 所以我们让各位来了解一下 好 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我们常说减肥减肥 减肥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把脂肪就慢慢减掉了嘛 那就是这个问题太好了 有人认为现在就要问说 那对啊 减脂肪减重 减了最后那脂肪跑哪里去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过去看了有些媒体报道 比如他可能一百多公斤 他最后瘦到七几公斤 那那个三十几公斤呢 肉都不见了 那当然有人就说肉不见了 但那个皮还在 所以那个皮会变松松垮垮 但是他一定好奇的说 那那个肉跑哪里去了 其实那个肉跑哪里去了 就是脂肪跑哪里去了 可以这样讲吗 是 没错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就像是说 之前我们曾经也遇到说 一些健身的族群 他就是说 是不是把脂肪练练 可以变成肌肉呢 那脂肪制定是不是 可以转换成其他的东西 还是说到我们瘦身下来 松松垮变皮 那这个脂肪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那其实这个脂肪是符合 能量不灭定律的 当我们脂肪消耗了 其实它是转变成氧化碳 转变成水跟热能 这样震散出去 会借由我们的肺部排泄器官 像肺啊 像皮肤跟肾脏去排出氧气跟 氧化碳跟水分 好 来来来 你刚刚一口气讲这个 我们把它拆开来 让所有听众听得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说 那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想要 让他们再听细一点 换一下说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那如果你减脂的时候 减脂肪的时候 脂肪就会转换成二氧化碳 跟水 对不对 对 然后跟热能 热能 那二氧化碳就 就呼吸 随着呼吸就排出去了 没错 它就由我们的排泄器官 像是肺脏 而消耗出去 那水的话呢 就一样 跟着汗 跟着汗液 尿液就 液体就排出去了 没错 再经由皮肤跟肾脏排出 那热能呢 热能就 对 就是像是我们身体啊 其实是需要热能来消耗的 所以这热能啊 其实也会转变成为 我们身体的需要 像是我们 呃 维持心跳 护绪有个叫做 基础代谢率的部分 然后还有提供我们肌肉 能够运转的身体活动量 嗯 那这个也是需要热能 再加上如果我们吃食物 吃淀粉 吃蛋白质 吃脂肪 不论是哪种食物 其实都需要身体消耗热能 去消耗 对 好 所以各位就知道了吧 答案就是 你如果在减脂的话 你的脂肪呢 一定就会转换成二氧化碳 跟水 好 那就通通理论上 它应该都排出去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讲这个减脂的时候 指的是因为有热能 所以它应该是一种 运动的方式吗 还是说不一定 用各种方式减脂 都可能都会产生二氧化碳 跟水都排出去 呃 对 其实饮食跟运动 是主要减脂的方式 嗯哼 对 所以只有靠这两个搭配 那如果说是 用穿坐身衣啊 或是外在的 像是之前有一种 像电动带去 去消耗移动身体 这样子产生的热量啊 其实都是外在的热量 而不是说 自己身体 借由说 热量的消耗 大于需求量 去减重的方式 其实都不是 真正消耗到自己的热能 好 所以思涵 杨思涵营养老师 刚刚讲到一个关键了 最好的方法 还是饮食跟运动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运动大家会比较容易懂 运动的话 比如说不管你有什么运动 你大概运动 大家就比较容易懂 可是饮食可以来 减脂 你可以稍微再 作为一个营养师 你可以再给大家进一步分析吗 所以饮食减脂 是什么意思呢 对 所以我们希望说 能够要不负胖 减重 其实都是需要减到脂肪 和非肌肉 因为肌肉 其实是帮我们消耗掉 很多的卡路 我们的一公斤的肌肉 就可以消耗掉 50到100卡 可是脂肪呢 却只有消耗到 十分之一的热量 所以当我们去减脂的过程 才能够让身体持续的 补复 那脂肪如何透过饮食 减下来呢 其实有三个蛮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要设定 合适的热量目标 那每个人身高体重都不同 所以要找到一个是 能够瘦身的话 你是需要的热量 还要每天减550大卡 那瘦到一公斤 需要7700大卡 甚至现在有人就说 还要更多 你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刚刚这一段 因为有讲太快了 那个数字 大家会听得有点 一下子 你说设定一个什么 我们先设定一个 合适的热量目标 那我们需要减重的话 是你每日需要的热量 还要减掉550大卡 这样子的话 你一周才会瘦0.5公斤 这样子的体重 哇塞 你的意思就是说 每天的 我们一般这样讲好了 假设一个 一个身高180的 这样的一个男士 他一天的 通常热量大概需要到多少 如果180 因为身高比较高 大概也要2000 2000 是2000 对 那假如他觉得他体重太胖了 他要减脂的话 可他的热量平常 差不多是2000嘛 对不对 对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要把这个热量设定出来后 要怎么样 要减多少 减550大卡 那他就只能吃到 大概1400多 对不对 对 不到1500 对不对 对 用这个热量 而且还要持续 没错 那我们因为现在的人 很容易是卡路里超过 对 所以要减到1500的部分 然后要持续 所以才能够 一个礼拜 这样子才能减掉 一公斤的体重 好 那因为你讲到了 我们就拿这个做例子 180公分的一个男士 他那体重还蛮重的 所以他希望能够减脂 那他透过的方法 就是要 要减掉每天550 比他这个热量 要再少550的话 他就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说 他吃东西上面 做一个控制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 他加上一个运动 对 没错 这样才会使他 进来的量 能够少于 没错 对 不会多余需要量 那可是他在吃东西的 减脂跟运动的减脂上 这个比例要怎么拿捏 比方说 他如果说 每天吃运动 但他吃东西 不太节制的话 那就效果不好 你的意思说 这个效果就不会好了 没错 其实单纯靠运动 瘦身会有难度 因为运动 让我们以走路为例的话 30分钟可能才消耗150大卡 对 可是吃半碗饭 差不多就把150大卡给补回来了 我懂 所以吃东西这一块要搭配 没错 还是会先建议以饮食为主 那饮食的部分还是占七成 那运动是占三成 好 我为什么问这么细呢 因为我刚刚讲的180公分 那个呢 就是必忍我的假设 就是 对 就是说 我们因为我现在 因为我是一直持续地在控制体重的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对 因为我们跑步的确是这样 比如说 我设定一个跑步软体的话 大概跑到个八公里的话 它差不多 消耗大概差不多就五百多 五百多大卡 对不对 五百多 那如果是五百多大卡 可是就像你讲的 我只要吃一个 吃一个咖喱饼 或者是一个 就回来了 那个一碗饭就回来了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这种跑步的人才会知道 哇 吃东西要节制 这个 所以吃东西跟 吃饮食跟运动之间相互搭配 才可能让减脂这个效果达到 对不对 你刚刚才特别讲的 好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营养师杨思涵 那我们带我回来进一段广告 回来 我们再继续请教你 好不好 但是各位要记住 你减脂以后的这些部分呢 换转换成了二氧化碳跟水 这个指示你要记下来 二氧化碳排出去了 水呢 就跟着你的汗跟尿 也排出去了 这是一件 你一定要知道的 脂肪跑哪里去了呢 答案已经告诉你了 马上回来 你看看 我们讨论国家大事呢 很多的网络上朋友呢 回应可能见仁见智 哇塞 我们聊了个减脂 脂肪跑哪里去了 然后饮食跟运动 来帮助你减脂 一堆人上来问问题 可见大家在乎自己的身体呢 远比在乎台湾前途来的重要 来 我们网络上有人在问 所以我继续请教 在我们电话线上的 同心医疗体系营养师 杨思涵 杨营养师 我们网络上有人在问说 你刚刚讲的那个 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 让大家再听清楚一点 就是说 你刚刚说的那个 减550卡 是指的是 一日一天的一个 总的卡热量的摄取量 如果是设定在2000的话 那2000减550卡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没错 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基础代谢率 那我们会去呈上活动量 所以得到你一整天需要的卡路里 那这个卡路里是不会瘦的 如果你没有去减少吃 那没有消耗的话 所以总卡路里 它去减550 这样一个礼拜 它会瘦0.5公斤 但是前提是说 它的体重过重 对不对 它如果体重是正常的话 那其实就不需要这样子吧 对 其实体重 像我们就会用 身体质量指数 BMI 18.5到24的话 都是理想体重范围 但是如果说超过24 8到27之间 就是一个过重的体位 那有些人 其实就需要开始做减重 好 你再说一次 BMI是18.5到24 到24 这样是OK的 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主持人我呢 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我又很骄傲了 我17.5耶 17 Yeah 对 说一下主持人 我们就是提醒一下 有时候我们还要看一个 体脂肪率 因为男生的体脂肪率的话 是要25%以下 体脂肪率要25%以下 对 因为我们担心 有时候会有一些是泡腹煮 虽然看起来瘦瘦的 可是体脂高 你看 主持人才讲完 你就泼了冷水 好 OK 好 不过我讲太实实了 应该是平常都有健身的机会 好 来来来 不说不说 你再提醒我们大家 就等于是提醒了大家了 BMI值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然后呢 如果这个到了 就是思涵刚刚特别提醒了 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 再讲一次 另外一个叫什么 体脂肪率 体脂肪率 另外一个是 男生的话是25%以下 那女生是30% 好 25%以下 女生是30%以下 女生要多一点是因为 女性的体质本来就稍微脂肪 是要比男生多一点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因为怀孕啊 整个生理体不同 好 那我们现在回来 还有一点时间 再继续请教你了 那这个减肥后的脂肪 跑哪里去了 这个大家知道了 那同样的道理 有人就会说 减到一个程度以后呢 不知不觉脂肪又回来了 所以有人的体质 就是会易胖吗 这在你们营养师来看的话 真的有所谓的体质 就是易胖吗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吗 还是说 它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 或者运动习惯的 不够持续才导致的 嗯 是 像易胖的体质 会比较倾向是 生活的习惯的累积 像是会之所以瘦身 又胖回来 是因为卡路底的消耗 又大于说 自己身体的需求量 那如果是选择错误的食物 其实很容易导致 体质的累积 像是我们过多的碳水化合 或是膏油的食物 这两种食物 其实都容易在 使我们体质房重新累积 好 一个易胖的体质 这是一种体质的说法 那随着年龄也会有不同吧 对不对 年龄是不是到一个程度之后 其实大家有个开玩笑吗 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哇 喝水都会胖 嗯 是 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率 跟肌肉量 都会随着年龄直至下降 所以等于说 我以前可能是一个变大 还不容易超过我的基础代谢 可是到了我们六十五岁七十岁 所以年龄每增加十年 其实都会是 这个代谢的需求减少 但是我以前吃需要一碗饭 可是我年龄增加之后 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 嗯 我知道 这个我说我都提醒自己 我连看那个便当 如果看到那种排骨便当什么 我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 我就怕多看一眼 以后呢 你晓得我宁可看那个吃素的 那个都青菜的那个便当 看起来 看起来那个 哎 来来来 来遏制一下自己的内心的这种 强烈对脂肪的渴望 可是 营养师 思涵你一定也 也会 也应该也会 也会同意吧 就是说 我就怕很担心 有很多人 剪这个脂肪剪过头了 就是说 脂肪对我们身体 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对不对 也不能够太离谱 没错 对 虽然我们一直强调 这个减重的重要性 但是体脂肪啊 在我们身体扮演的角色 包括说荷尔蒙的合成啊 以及保护内脏的部分 其实还有在很重要性 那女生的话 还是要有一定的体脂肪量 像我们也曾经过说 如果体脂肪 小于10% 那其实对于生理期的部分 都会有影响 女性荷尔蒙的合成会减少 好 所以也提醒大家 减脂是一个重要 但你还是要知道 自己的正常的体重 是不是真的超重 还是不够重 因为我最怕就是说 大家都 你晓得 人总会觉得 我就是胖 我就是胖 结果呢 就拼命捡 拼命捡 这是很糟糕的 好 今天我觉得另外一个收获 就是刚才 思涵也特别提醒大家了 其实用比较正常的 减脂的方式了 不要用一些太特别 太奇怪的减法 有时候对你身体伤害 造成伤害 你都还搞不清楚 就是控制饮食跟运动 还是必要的 好 那既然讲到控制饮食跟运动 在这一方面 你可不可以也帮我们整理一下呢 就是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的话 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在控制饮食跟运动这一块 是 在我们的减脂的饮食 我们希望拿到是说 能够减掉脂肪 是需要在饮食的配合式 提升低脂蛋白质的摄取量 像是豆类 鸡肉 鱼肉 豆腐蛋 这些都是好的低脂的蛋白质 那比较高脂的部分 像五花肉 五花肉控肉 这些油脂量含量高 比较容易合成体脂肪 后面这一台让人气馁 好 对 那其实我们如果觉得说 自己常烧这类的食物 就慢慢调整 把那个频率跟次数减低量 不然我们减重还是会 需要吃到饱 可是吃到饱会是 建议是哪一类的食物呢 高鲜的食物 像是蔬菜 以及说好的淀粉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 适度的淀粉 可是像是五穀饭 地瓜 麦片 这种纤维脂高 它饱足感也比较够 那对身体代谢的影响 减脂的帮助也比较大 所以其实是把握两个原则 第一个增加低脂蛋白质 第二个是高鲜的食物 像是骨类跟蔬菜 骨类跟蔬菜 可是骨类的话不就是有淀粉吗 很多人认为说减肥的过程里面 淀粉不是应该也要适度的控制吗 对 没错 那淀粉是有被过度无名化的 所以可能就很多人说减重 我就不吃淀粉就会瘦 那就是在这里只是提醒说 我们选择好的种类 那量的部分啊 如果女生1200卡的减重热量来看的话 大概每餐是半碗饭 半碗饭 大概现在以平凡的饮食指导 就是80克 那男生的话会多一点 大概就是8分碗 8分碗 大概就在120克 就说你淀粉还是 好的淀粉还是要适度的补充就对了 对 没错 其实在减重的时候 只会遇到一些停滞 代谢器减不下来的状况 那其实反而要适度的加上一些淀粉 好 这是好的淀粉的提醒 好 那运动这一块呢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运动的话刚开始 其实我们饮食站七成嘛 那那部分有氧的运动 像是快走 跟上班族的话 就是建议说 节运早一点下车 那用步行的方式走到上班地点 或是上班地点有楼梯的话 可以用爬楼梯的方式 或是有的人下班后啊 愿意去骑个脚踏车 其实这些都算是有氧运动 但是会以说不增加 原本的工作负担 那我们就会讨论说 你比较可以执行到的运动 那两天一次慢慢增加就开始 对 好 我想这个 包括我的认识的这个记政女士 她们所提倡的每天走万步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你带个记步器 这样每天可以确认自己走路的 就像你刚刚所提的 我如果在上班的路上 我提前一站下车用走一段 回家路上我提前一站下车走一段 或者是中午的时候 利用一些空档的时间 在中间到外面去走一段路 散个步 都是一个 尤其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季节是最舒服的时候 其实次度的走路是不错的 好 非常感谢 那非常感谢这个营养师杨思涵小姐 对我们的这个特别提醒 最后有没有什么呼吁吗 在此呼吁是 减重的菜单其实是 很难适合所有的人 所以还是要找到 几个适合的方式 那持之隐恒的做下去 所以请教专业的营养师 是一个方法吗 对不对 没错 那我们会倾行个别化的营养咨询 讨论 因为每个人的饮食模式比较不一样 所以会做个别化的咨询 好 这个今天推荐的是杨思涵 帮我们推荐的这个建议 再次谢谢杨思涵营养师 谢谢您 谢谢 好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尤其像我们这样子 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你真的上面有父母亲年龄大 这个下面的孩子又很小 然后你自己的贵人生 还有一些期望 那你当然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所以真的 大家我们今天把这一段告诉大家 一方面是非常有意思 让你知道减脂之后 减重之后 那脂肪跑哪里去了 再次给你重复一次 变成二氧化碳跟水 都排泄出去了 所以你要靠什么呢 靠固定的饮食的控制 以及每天保持一个规律的运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让自己体重控制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自己会觉得整个人的精神状况 也都很好 这是一件多么棒的一件事情 五点到七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待会请各位继续收听 由DJ俊昌为各位主持的 What's up Music 我是蔡之平 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